午後雷震雨下得又快又大又急 原本應該乾淨清澈的河流 現在全都混著泥沙 變成污濁的咖啡色 位在花蓮秀林鄉 景美村的三站溪 二十八號午後溪水暴漲 仔細一看還有兩位民眾 一度受困溪水當中 進退兩難 就怕被河水沖 做焦急的請求救援 附近民眾看到 趕緊上前幫忙 冒險搶救 泥水沖過藍沙壩 還一路衝進部落村民家門口 地上全是泥泥 根本沒辦法走 民眾預警撤離 好在目前無人受困 那是因為零四零三地震之後 後山土石崩落 他順著我們的山站的吳明溪 這樣全部刷下來 劇烈雷雨各地傳出災情 前氣象局長正明點二十九號 在臉書PO文 接觸海峽上的湖狀雲線 是一股增強南風的前沿 將會影響臺灣西南部 今天配合西南風的關係 所以在中南部地區 在清晨的時候 就已經有短暫的陣影 甚至雷雨的現象 氣象局表示 高溫炎熱和雷雨狀況 將持續到下週 提醒民眾除了擦防曬 補充水分 也一定要記得攜帶雨具 做好防煙水準備 華爾街新聞持新奇 謝軍眾台北花蓮報導 哈囉我是張新聞 想要搶先掌握 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 我們YouTube頻道